大家好 又到大仙五間搞老的時間 今天的市場早段仍然搓上搓落 早段高開 跟隨美股的升勢 但開的幅度相比美國ADR預期的幅度 都是低的 上面高位是30,138 上不到30,28 然後一度倒跌 插到29,800 穿一穿 低位是29,792 其實高低的波幅都有300多點 但以現在來計算的指數都是升80點 其實反覆的情況會持續 似乎來說 大家都在靠邊站 在觀望為主 基金又不敢大舉入市 減榜減到一個程度之下 也不敢再沽太多 因為怕市場被人夾的時候 基金的想法就是 怕沒有貨在手也是弄的 所以他們比較上都是針對失據 而我們來計算 我想一般投資者 如果一路有減榜的話 現在就有去飄 要急於在市場上 看看炒什麼賺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難度高的 因為始終市場沒有方向的話 你做哪一邊都有機會被人夾 但是你中邊也不會走得多 因為仍然是一個收窄三角形的情況 上落市的區間越收越窄 所以今天就算聰明 你都可以摸到300點左右的波幅 如果你說不夠敏感 你都可能是85點左右的波幅 至200點的波幅 基本上就不夠轉身 也不是一般投資者 有小投資者 散戶可以掌握得到 雲觀的環境 仍然都是看著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應該會有些東西出的 這裏可能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難題 他自己在Twitter上都是這樣說 其實綜合各方面 包括內地官方消息 美國各方面的消息 其實這次首輪的會談 是達不到任何的結果 或者達成任何的協議 因為大家的分歧還是很大 看看下一步 究竟特朗普用什麼姿態去處理 即是繼續施壓 還是重新來定 寬鬆的程度 但我覺得以他為人 應該繼續開天殺價 拿到盡為止 看看對市場的震盪如何 美股上個星期雖然彈了三百多點 但其實倒指 都是在 二萬四千三左右 不算太厲害 現在仍然繼續看著 留意著 內地去槓桿的情況 A股看看會不會有一定的壓力 中資金融股的弱勢何時扭轉 中美貿易談判的程度 究竟會不會有惡化的跡象 這些都左右著短期的市場 現在的策略很簡單 如果你沒有炒出炒入淺身工具的話 你應該減了房子 拿著多點現金的話 繼續看 不需要入市 心急去搏 你說有淡倉的 即使每一天 部分用來短線 有得賺的 吃一吃蛋糕的 再沽過 又或者做一些好倉 來對沖著淡倉 如果你拿著太重貨 就做淡倉 來對沖著你的貨 暫時就是這樣的部署 書籠是會 Sarah 叫還是要你的cal時 patri歹 就要進來 五三晚 倉女 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